大家好,欢迎收看君云园艺 谢爪兰不仅叶子精巧可人 开的花也极美丽,深受大众的青睐 由于谢爪兰有花后休眠的习惯 所以在她花谢后不能盲目给水肥 什么时候能浇水追肥,应当由她来定 她便是谢爪兰的生长状态 谢爪兰花期结束后会有一个短暂的休眠期 大约在40天左右 此时有两个事项应注意 一是控制浇水,保持盆土偏干 并且给它松一松土 二是停肥,此时生长几乎是停滞的 根系不吸收养分 追肥不仅不能负壮,反而会产生肥害 而当顶端开始萌生心芽 出现这样的生长状态时就可以开始浇水了 此时要保持盆土湿润 因为营养生长提速后 植株对水分的需求也会水涨船高 但注意盆内不能积水,不然容易造成烂根 这样的养护方式在夏季高温季节也同样试用 营养兰高温时会进入休眠或半休眠状态 同样的状态一样的养法 等降温或者天气转凉 发现营养兰有恢复涨势的趋势时 又可以恢复正常养护了 配合醋花肥,比如花多多二号 很快又能开爆一茶花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